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动动脑 玩课学 头好壮壮 真聪明 小朋友 快快来哦 大家一起玩课学 帅蜜桃姐姐 我有一个问题 一直想不通 什么问题啊 哈琪 就是啊 每次洗澡的时候 那洗澡前就摸水啊 都会觉得水热热了 可是一泡到水里面 就慢慢地觉得水越来越不热了 为什么会这样啊 听你这么一说 我也有这种感觉 每次放好的水明明很热 可是身体一泡下去的时候 就慢慢不热了耶 小朋友没有这种感觉啊 有没有 你们在讲什么东西泡在里面 会变得热热的又变得不热啊 香蕉哥哥们刚刚都不仔细听 害我还可以讲一遍 是啊 为什么我们洗澡的时候 摸水是热热的 可是一泡下去 就慢慢地觉得越来越不热 越来越不热了耶 水蜜桃姐姐 那是因为我们的人体会适应温度喔 那我们今天就来玩一个跟温度有关系的游戏喔 好好啊 怎么玩呢 你看我这边准备好两杯水 它一杯是冷水 一杯是热水 那我要先请问小朋友 你们要怎么分辨哪一杯是冷水 哪一杯是热水知道举手 小朋友桌上有两杯水 哪一杯是热水 哪一杯是冷水呢 你们知道吗 热水跟冷水而已 你觉得是哪一杯是热水啊 这一杯 这一杯是热水 这一杯 像小哥哥那一边的是热水啊 喂 你怎么看出来的咧 因为 因为我走 因为下面有热气 所以跑上来我看到了 她说因为下面有热气跑上来 像气泡一样她看到了喔 那还有没有别的小朋友可以告诉我 怎么分辨哪一杯是冷水 哪一杯是冷水 哪一边 那一边 他骑那一边的是不是 那一边吗 是 为什么你觉得那一杯是冷水 因为没有烟 没有烟 可是另外一杯那一杯有烟吗 有 有 她说上面这边有一点点雾有烟 很聪明喔 那有没有雾气来分辨 后面还有一个妹妹举手 她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方法 这一边是热水 这一边是热水 你觉得虾妖哥哥那边的是热水 是不是 为什么你觉得是热水 因为那上面有泡泡 有泡泡 有热水的杯子有泡泡 在边边吗 有耶 在这里有泡泡 你观察很仔细喔 小朋友觉得这一杯是热水的举手 这么多人喔 哇 那觉得这一杯是热水的举手 有没有人觉得这一杯是热水的举手 有 有 有跟妹妹觉得 有喔 那我们请她过来摸好了 你来摸看看喔 你来摸看杯子旁边 来 转过来 好 你摸它杯子旁边 你告诉大家这是热水还是冷水 冷水 那你再摸这一杯旁边 热水还是冷水 热水 热水 所以刚刚猜这杯是热水的小朋友 答对了耶 给自己拍拍手 香蕉哥哥 谢谢你 香蕉哥哥 我们狗狗啊 有时候跟别的那个冷跟热啊 我们都是 舔一下就知道了 真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拿起来喝一下 可是有时候是不是很烫怎么办 对啊 这是有时候有热气 会扑到脸上的时候 就知道很热 然后就小心地喝一点点 香蕉哥哥 我觉得啊 刚刚你摸其实好像有点危险 因为万一小朋友不小心烫饿的话 怎么办 对喔 如果热水太烫的话 那这样小朋友很容易烫伤 没关系 我有准备温度计 你们看 真的吗 香蕉哥哥 你那都是汤匙 怎么是温度计呢 对啊 我这个叫做汤匙温度计 很厉害的 怎么叫做汤匙温度计 怎么用呢 这里可以试试看温度啊 你先摸摸看看这是什么感觉 两个汤匙都一样是冷冷的啊 冷冷的喔 我不相信我也要摸 好 那水蜜花姐拿给她一起摸 摸摸看 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两个都一样啊 对啊 两个汤匙都一样啊 好 那现在换小朋友摸看看 来 两个都冷的 大声一点 两个都冷的 两个都冷的 好 对啊 跟我摸的是一样的 两个都是冷冷的 好 小朋友看摸到这个汤匙温度计 觉得两个都是冷冷的 那现在香蕉哥哥要把这个汤匙温度计 放到我们两个杯子里面 好 那我要让小朋友猜猜看 如果我把它放到这一杯是热水嘛 我们先做个记号 好 贴一个蓝色的贴纸 就是我小朋友刚刚说 有这个 雾气的是热水 那这一杯没有贴贴纸的是冷水 但我现在把这两个汤匙 同时放到这两个杯子里面 然后我们一起数到五喔 来 1 2 3 1 2 3 4 5 好 刚才我们拿到的汤匙摸起来 是冷冷的 那我现在请小朋友猜猜看 觉得是热水这杯 我们等一下摸汤匙会变热热的 还是冷水这杯呢 小朋友 我们把汤匙放到 热水跟冷水里面 是放在热水的汤匙会变热 还是放在冷水的汤匙会变热呢 赶快想一想喔 先请水蜜桃姐姐摸摸看 好 你摸摸看 热 那这样我就知道你从热水拿起来 你要交换一下 交换一下 好 这样我就看不到 好 你摸哪一个是热热的 这个 这一个 对 这一个是热水还是冷水 热水 因为摸起来热热的 这个摸起来冰冰的 好 那我们再放进去 再请小朋友来摸摸看 好 1 2 3 放进去 数到5 1 2 3 4 5 好 找一个小朋友来摸 你觉得等一下哪一杯水里面的汤匙会变热热的 这个是什么水 仔细看喔 热水 好 那先让你摸冷水的汤匙 你觉得它摸起来是热的还是冷的 冰冰冰冰冰的 好 那我们再来摸这个 你摸 热热的 变得热热的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刚才一开始请水蜜条姐姐摸 还有小朋友摸汤匙的时候 都没有泡在水里面对不对 对 摸起来感觉是冷冷的还是热热的 热热的 可是为什么现在有一支汤匙变得热热的 因为有热 来问他 你告诉我们 你说为什么现在摸起来有一支汤匙 会变热热的 因为有热水 因为有热水 答对了 因为有热水 所以你看我刚才的汤匙温度计 本来是冷冷的 碰到热水的时候 它的温度变高了 所以有变热热的 烫热的 所以这个冷的汤匙再碰到冰水 就会变得更冰了 所以这个温度计是可以感应温度的 对不对 它当碰到这个热水 它温度很高 所以汤匙的温度也变高 所以摸起来会热热的 可是帮到冷水的汤匙 因为温度没有什么改变 所以它摸起来是冷冷的 没想到这种 我还是不懂 又冷冷又热热的 到底是怎么样 好 其实不懂的话 我们有准备动画要给你们看 我们一起来看动画吧 好 科学小园里一起看仔细 我们把汤匙分别放进热水跟冷水中 过一段时间拿起来 喂 一个变热了 一个变冷了 原来是因为温平衡的关系 当我们把汤匙放进热水 因为汤匙吸收热水的温度 所以温度变高了 因为冷水吸收汤匙的温度 水就变冷了 好 水冰桃姐姐 那我还有一个温度的游戏 真的吗 怎么玩 我这边准备了三盆水 三盆水有什么不一样 第一个这里面有冰块 冰块 那一定是什么水啊 冰水 答对了 然后另外一边在你那边 紫色盆子这一个 冒烟冒烟 是热水 没错 中间这一个是冷水 是从水龙头打开 接出来的水是冷水 那最热的是哪一个 热水 这个 这个 那最不热的是哪一个 就是冰的 就是最冰的冰水 小朋友都分得清楚 现在香蕉阁要对水蜜桃姐姐的手 施魔法 待会水蜜桃姐姐的手 感觉就会变不一样 好 那我先请水蜜桃姐姐 摸一下这个冰水 告诉我你的手的感觉是什么 好冰啊 好 把它拿起来 那再用你的左手摸热水那边 有什么感觉 好热喔 好热对不对 那你手先拿起来 小朋友 我们一起来试魔法 一起说哈奇哈奇好 来 预备 来 哈奇哈奇好 太小声了 这样魔法不会成功 再一次 哈奇哈奇好 好 选择了解 把手放进去冷水跟冰水 先放这边 好 好 一二三 小朋友 我们把手放到冷水 与热水里面 然后再放到正常的水纹当中 我们的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小朋友赶快动动脑想一想哦 好 一二三 那把你的手冰水这一手放到中间 再拿起来 刚还是冰冰的对不对 那你现在手手会有什么感觉 现在这只手有热热的感觉耶 怎么会这样 刚刚明明是放的冰水啊 因为我有施魔法 那你左手现在是热热的对不对 对 那你再放到中间的盆子里面 好 有什么感觉 好冰哦 对了 冰冰的 感觉冰冰冷冷的耶 刚刚热热的感觉全部都消失了 小妹桃姐姐 你怎么会这样 你的手是不是坏掉了 有吗 坏掉了 这个魔法真的好有趣哦 小朋友要不要试试看 好 我刚才选了一个小朋友 到前面来 小朋友要大声一点哦 魔法咒语一起来 哈奇哈 你的手现在有被我施魔法了 那你先摸这个冰水 那你的手有什么感觉 冰冰的 冰冰的 好 一 二 三 放到中间去 是冰冰的 温温的还是热热的 你的手的感觉 冰冰的 也是冰冰的 有没有变比较温一点 有没有变比较冷一点 没有那么冰 有 哪一个比较冰 手收放在哪里比较冰 这一个比较冰 那现在手有一点点温温的感觉 对不对 好 那现在另外一只手 放在热水里面 有没有变比较冰 什么感觉 手是什么感觉 热热的 热热的 好 数到三方它中间了 一 二 三 去 是什么感觉 手是什么感觉 变冰的 变冰冰的 真的会有温度上的改变 谢谢你 爸爸会发手 谢谢 谢谢 好 来 手手拿 对 一起说 魔法咒语一起来 哈奇哈 魔法咒语一起来 魔法咒语一起来 这个是冰水 把你的手放进去 你的手有什么感觉 冰冰的 现在把你的手 放到中间这个自来水 是这一只手 好 放进去 现在你的感觉 手是冰冰的 冷冷的 还是觉得热热的 冰冰的 还是冰冰的 还是冰冰的 是放在这边比较冰 还是放在这边比较冰 那边比较冰 这边比较冰 所以手没有那么冰了对不对 没有那么冰了 手没有刚才那么冰 那现在换另外一只手 放到热水里面 这一只拿起来 这一只手有什么感觉 热水 热水是热热的对不对 对 好 那数到三 你把它放在中间这个 一 二 三 那你的手是觉得是 热热的 冷冷的 还是冰冰的 冰冰的 也是冰冰的 对 你有没有觉得很神奇 对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是冰冰的 对啊 没想到这样子真的有温度上的改变 对啊 这个热水明明是比较热 温度比较高的啊 可是你放在冷水里面 怎么会觉得特别的冰冰的 对啊 湘哥哥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啊 好 那先谢谢这个小朋友 好 谢谢你哦 哇 小朋友你们有发现 刚喊手收明明在冰冰的水里面 然后放到比较没有那么冰的水里面 你就会觉得 哇 手好像没有那么冰耶 对啊 可是手收放到热水里面 再放到一般普通的水 就会变得很冰很冰耶 对啊 虽然这个水温只有一点点差距 可是啊 因为我们的身体啊 我们的人体 我们的手 会适应温度哦 所以当你把手放到这个冰水 哇 你就会觉得好冰好冰哦 可是你再把它放到中间的这个 一般自然水的水 冷水里面你就会觉得 没有那么冰了 有点凉凉的感觉 那相反的咯 我们把这一只手放到热水里面 你就会觉得好温暖哦 对啊 那我们再放到中间这个 自然水的冷水里面 就觉得啊 怎么变得冰冰的啊 对啊 怎么会这样子咧 香蕉狗狗 你讲一下热热又冷了 然后我的脑袋就重重脑壮了 我也有一点点 没关系哦 我们有准备动画 要给小朋友来看哦 好 那看看就更清楚了 看学小言理 一起看仔细 我们把一只手放进冰水里面 然后再放进冷水里面 有一点温温的 我们再把另外一只手放进热水里面 再放进冷水里面 好 怎么那么冰啊 怎么会这样呢 好 原来是因为温度的关系 我们把手放进热水里面 手的温度就变高 可是我们把手放在冷水里面 因为温度差得太多 就会觉得冰冰的哦 可是我们再把手放到冰水里面 因为手变得冰冰的 再放到冷水里面 因为冷水比冰水高哦 所以就会觉得手温温的哦 小朋友 在家也快试试看哦 疯狂玩开学 对啦 快笑哥 你到底要玩什么呢 待会儿啊 我这边准备了洗脖纸 把它卷成一条的样子 要烤肉吗 没有 我要让洗脖纸 在磁铁上面当鞦韆哦 当鞦韆 我知道 我知道 那你来试试看 一定是这样玩 好 那你来试试看 要当鞦韆哦 一定是把洗脖纸弄在这里 当鞦韆啊 怎么不会动啊 笑哥哥 小朋友 为什么它不会动啊 你们一定不知道 因为还没准备好啊 好 我这边啊 虽然要准备电池宝宝 还有两个回纹针 你们看在这边 两个回纹针对不对 还要有回纹针啊 对 然后 难怪我不会大 用洗脖纸把它扣在 回纹针的下面圈圈的这个地方 那洗脖纸要怎么扣到 回纹针上面啊 旁边这边可以把它卷起来 像水蜜桃姐这样 我知道 卷起来 尖尖的这一端要穿过回纹针 然后把它折下来就可以了 而且你要试试看 你勾起来的时候 锡脖纸是可以这样动来动去的 所以要扣松一点对不对 对 松松的不要太紧 好 这样子就可以当鞦韆了 怎么可能啊 那小朋友来试一下魔法咒语 一起来 哈琴哈 琴哈 这么小声怎么会有魔法 好的 大声一点 哈琴哈 琴哈 有耶 有 他有一支 好厉害 动动动的 好像浪球犬一样 小朋友 你看 有没有很厉害 有 是不是我的手在动 不是 你的手没动啊 我的手没动对不对 我会觉得很好玩的 我也要试试看 好厉害 我成功了 那你想不想试试看 我好啊 好 那你试试看 好 那你试试看 你的是左右摇来摇去 像在咬屁屁一样 对啊 有没有动 有 盪鞦韆耶 有 真的 好像在盪鞦韆一样 小朋友 而且这边会变得热热的 不要摸 好 那我们现在赶快请小朋友 来试试看 有了 好棒喔 有盪鞦韆了 小朋友有没有看到 比香蕉哥哥好厉害耶 好棒 谢谢你喔 谢谢妹妹 好棒喔 谢谢你 好 再找那边的一个人来玩 哈琴哈 要去趴 迫不及待它就想要靠 不能太靠近了 换一下位置 有一点点动了耶 那我把它动一下 你还撞 我把它推回来 它自己也会撬上去 有耶 有盪鞦韆了 我们将锡箔纸扣在回温针上面 然后再将回温针压在电池宝宝的 正负极 诶 奇怪 怎么会动啊 哦 原来是因为回温针压在 电池的正负极 电流宝宝就会经过锡箔纸 而电流宝宝也会产生磁性喔 所以就会和磁铁互相推来推去了 哦 原来是利用我们人体导电耶 所以才会带来带去的 没错 所以小朋友在家里 只要准备很简单的生活用品 就可以做好玩的游戏跟实验喔 对啊 科学游戏虽然很好玩 不过关于电的科学游戏 小朋友还是要注意安全喔